双子聪明灵活,能言善辩,喜欢跟别人打交道,受到很多人的喜欢,双子也是很有正义性的人物,有人说他花心,有人说他专一,有人说他不负责任,有人说他诚实守信,不同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,很难想象到他们会被什么人驯服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,最能驯服双子做的星座都有哪些吧? 能以天成做天成最能驯服双子,他们不会多多逼人,特别善解人意,能够理解双子所有的委屈和无奈,双子也愿意打开心扉,向天成倾诉交流,天成不仅长相阔然,才华出众,跟双子很有共同语言,逻辑上也很缩密,常常让双子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,特别听天成的话,慢慢就扇住了双子的心, 能而射手做射手跟双子有很多的共通点,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想着要怎样,就是单纯的找个娃娃,而且两个人在一起总能发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,相处久了,就形成了一种默契,不用多说什么,自然而然就知道对方的想法和心思, 而且射手比双子更有勇气更有胆量,很多时候双子都跟从射手的脚步,把双子驯服,弄三巨蟹做双子刚开始的时候就被巨蟹带来的温暖所吸引,虽然双子看上去有些不着调,不能给人很多的安全感, 其实他们骨子里一直渴望着温暖和呵护,想找到懂他疼他的人,但双子遇到巨蟹,就好像回到了温暖的怀抱,虽然巨蟹有时很唠双,但就是这份体现和爱将双子套得牢牢的, 再也离不开,将双子驯服了,以上就是最能驯服双子座的星座,你觉得哪个星座最能驯服双子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